嗨 伊拉老師你好 我們來介紹你們的這個長社長 台灣公益百年進行四號 一看到這個名字一定會覺得說 它可能跟歷史有一些關聯 的確 這個展覽的確可以看到歷史 但是我們也注重的地方 當然就是我們的公益的部分 那我想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到展場裡頭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展覽 到底要說一些什麼樣類型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看台灣這百年的公益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 我們一進到這個展覽當中 環境空間會比較暗一點點 當然其實我們想要先營造一個 很像你要回到過去一點點的那種實況隧道的感覺 然後在這一面牆裡頭呢 很像也可以依稀看得到一些工藝品 的確 我們會希望大家能夠先思考一下 工藝會是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說你對工藝的感覺是什麼 還有另外剛剛提到的是說 我們在講百年的台灣公益 為什麼我們要談百年呢 事實上這件事情應該是說 一百年前剛剛好是日本時代 那那個時候呢 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 的思考到底在想些什麼事情 那一百年前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台灣文化協會成立 希望有一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希望台灣能夠表達自己的一些主張 那在各個領域上面都會有一些活動一些運動 那在這個展覽當中呢 我們也可以看看一百年前台灣的一些工藝的面貌 然後甚至是說約到近代它的演變內容大概是什麼 好那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來看看 等於第一個單元是公藝是什麼 對第一個單元是公藝是什麼 那我們第一個單元公藝是什麼 其實就會直接問大家 公藝對於大家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那蠻多人想像說公藝應該就是一個物品 的確公藝某方面來說它的確是個物品 公藝品是這公藝的一連串最終成型的樣貌 那公藝它可以代表的事情有很多 我們也可以從公藝當中看到很多背後的事情 譬如說我們直接過來到這邊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個籃子 看一下籃子的部分 它就會有許多可以讓大家解讀的事情 譬如說像這個籃子它是什麼人在用的 那為什麼它會做成是這個樣子 還有像是我們現在在使用的話 一定會說這就是一個包包 但是一般來說我們現在用的包包 可能是雙肩的背包 那為什麼這樣子一個籃子 它的背帶是只有一個呢 那大家可以來先猜猜看 先想想看 那或許大家已經馬上想到了 這個就是用頭來做背負的帶子 對 那為什麼要用頭來背負呢 用身體的背來頂住 用身體的背來頂住 這也是一個想法 那其實的確 我們用這樣的包包 事實上它產生的是 就是在那個環境的情境底下 如果用頭來做背負的時候 它會感覺是比較省力一點點 那像我們現在都是雙肩背負嘛 大部分用到的力量都是肌肉的力量 那如果是用頭來背負呢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是用骨骼來支撐 然後它在往上爬坡的時候 也可以稍微調整一下重心 所以說通常我們在一個區域裡頭 就可以發現一些區域適合的工具 那這個部分也會是工藝 那我們常常就可以說 我們可以藉由一個工藝品 一個工藝的樣貌 來認識這個地方的區域 那你就可能知道像這樣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山區所使用的工藝品這樣子 那或者是說大家比較日常一點點的話 也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來 我相信大家家裡頭應該也都有湯匙嘛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些湯匙很像有的上面會有一個洞 喔 勾住的嗎 勾住的 可是請問一下大家家裡頭 有實際把這個湯匙勾起來掛起來嗎 不會 很像是不會嘛 對不對 那這個呢其實是在它製造的時候 所需要把它掛起來燒 因為湯匙它如果是放在窯爐裡頭 一支一支平擺的放的話 它的底部呢事實上沒有辦法被燒到 也沒辦法上釉 所以呢我們要把湯匙掛起來燒 那讓整個湯匙都能夠覆蓋住所謂的釉料 那這樣子燒製呢當然品質會更好嘛 那另外一點來說就是說 在窯爐裡頭掛起來燒 事實上是比較能夠節省空間 所以 以掛起來燒這件事情 我們事實上也可以看得到 品質的提升另外就是 如何讓製造的成本降低 在同樣的時間 同樣的燃料裡下 我們可以燒更多的湯匙 這些都是工藝可以看得到的樣貌 它並不是說一定只是一個物品 那我們來欣賞木雕啊 木雕啊 或者是陶瓷的手拉配啊 事實上它還可以從背後看到很多 跟人生活有關係的 甚至跟經濟有關係的事情 好 那這邊還有蠻多有趣的東西 像這個 這個一個籃子 我想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這就是一個竹編的籃子嘛 但是這個竹編的籃子呢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名詞叫做氣死貓 那我想 大家應該 有人猜得出來 氣死貓是做什麼用途的嗎 喔 放魚的是不是 對 就是放菜啊 放魚啊 聖餐聖飯 或者是說你一般食物 不想要讓小動物吃的時候 你把它放在裡頭 把它掛得高高的 那因為掛得高高的 像貓咪就吃不到 只能在底下看 它就有點生氣 就把它氣死了 所以叫做氣死貓 那這個東西 相信有一些民俗文物館也都有 那我們這邊把它提出來的話 事實上也要告訴大家 事實上這些東西 都跟大家的生活習慣有關聯 工藝品的東西 有的時候我們也不是說 欸 看它的東西很精美 那事實上我們也可以 從實用的角度來看 那這邊呢 還有另外一個用竹子做的 這個叫竹夫人 那竹夫人的用途 可以再猜猜看 因為它叫做夫人嘛 所以應該是 枕頭啊 跟枕頭的功能有一點點接近 那它其實就是抱枕 那大家會想說 欸 現在的抱枕啊 是棉花做的 抱起來軟軟的很舒服 但是竹邊的東西 其實它變得很紮實 它抱起來並不是非常軟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 把這樣子的東西 當作是抱枕呢 那大家看到它的樣貌 有沒有 孔洞比較大一點點 事實上它抱著的時候 是一個通風的狀態 因為台灣的天氣是比較眼熱一點點的 那我們抱著這樣的枕頭的話 應該說抱枕啦 抱著這樣的抱枕的時候呢 是可以讓它 大家達到通風的效果 那因為現在我們有電風扇啊 有冷氣機啊 所以都可以抱一些 比較軟綿綿的東西 睡覺這樣子 事實上也是幫助大家睡眠的東西 我們下一個區域呢 這邊可以看到比較多的材料材質 那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的確要告訴大家 工藝跟材料材質的關係 的確 在台灣一個海島裡頭 我們有高山也有海洋 那我們可以取的材料類型 非常的多類 那我們都是利用這些材料 來製作工藝 譬如說像這邊的話 有很多類型的纖維 那包括可能香蕉啦 或者大家常常聽到的令草 或者是柱媽等等的 這些都可以拿來當作是我們製作工藝的材料 那事實上每個地方 每個區域可能都有不同的材料 那台灣呢就是利用我們這邊有的材料來做東西 那也可以看一下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過來 講到竹子的話 就會說台灣有很多的竹子嘛 但是其實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分布圖 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台灣由北到南 大概有哪一些種類的竹子 那我們現場呢有把它懸掛出來 那世界上其實總共大概有1200多種的竹子 那台灣大概有幾種呢 嗯 據統計 大約陸陸續續引進來齁 大概有差不多200 但是 不是這200的竹子 都是可以拿來作為竹子的加工 有些可能是觀賞啊等等的 那我們這邊列了一些比較大家比較常在使用 作為可能竹工藝的材料 那它的分布情況大概是這樣子 那大家也可以知道說 欸也許在北部的時候 會用到哪類型的竹子 然後在南部的時候 會遇到哪一些竹子 那人們其實就是就地取材 那其實每一種竹子 它都有它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像是中間這個地方 比較光亮 或者說欸細節看起來比較細緻 這個就是貴族 那貴族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比較細的 也有比較粗的 它甚至還可以再大一點點喔 那貴族的話 以分布圖來說啊 它這邊大概是欸這邊有 這邊有 其實北部跟中部地區都會有貴族 那北部跟中部呢 在做竹編的時候 欸就可以選擇貴族來做竹編 因為它的表面是比較漂亮的 所以很適合做一些比較高級的竹器具 那因為它的彈性也很好 所以說它非常適合來做竹編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稍微比較脆一點點 所以說欸比較脆一點點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更好的材料 的確也是有 像我們這邊另外這邊呢 還有另外一種竹編叫做長織竹 那長織竹 聽它的名字就知道怎麼樣 它的枝條可能是比較長一點點的 那枝條長對於做竹編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嗯 猜猜看 其實是這樣子 在做竹編的時候 要把竹子變成竹編竹條竹滅的時候 要把它劈開來細修嘛 那一根竹子它總是有竹管一節一節的 會碰到竹節 那我們劈開來的時候呢 遇到竹節會比較難處理 要比較需要多的費工 力氣要比較大一點點 甚至你在剖到那邊的時候會斷裂掉 那像長織竹它有個特性 它結局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那你在製作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碰到竹節 即使你碰到的竹節 同樣的長度底下 它可能碰到竹節的數量 會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它也蠻適合來做竹編的 再加上它的彈性呢 也比我們剛剛講的貴竹來得好 然後也比較不會那麼脆 所以像是南部啊 中南部地方如果有長織竹的話 他們也會盡量會使用長織竹來編器具 就是越長它越容易編織就對了 通常越長 然後我們也要看它的就是彈性 那大家一定會說 如果說是長度夠的話 那但是它的彈性不夠的話 事實上也很難編 那有沒有類似的呢 有像是這邊分布很多的 赤竹 赤竹的確是台灣分布相當大的一種族群 那像有些地方叫做竹圍啊等等的 以前可能就是為了要防禦公式 然後去搭建一些竹子的圍牆嘛 那赤竹它有個特性就是說 它在比較乾燥的時候 它的車子啊會比較細一點點 就有點像赤 所以它就被叫做赤竹 那這個竹子呢 既然它就是防禦公式了嘛 可以當作防禦公式還是 那你就知道它其實是比較強壯的 比較堅固的 所以它就不會有這麼好的彈性 它其實是比較硬一點點的 那它要來做竹編可不可以呢 其實勉強還是可以 但是通常不會再去挑選這類型 比較硬的東西來做 那它也還是有可以發揮的地方 譬如說以前農業社會常常用的扁蛋 就會用赤竹來製作 因為它是很堅固的 它不會那麼容易就斷掉 那我們就用赤竹 好 那我們就是就地取材 試材適用來做工藝 這邊呢 直接可以看到兩個籃子 這兩個籃子呢 就要問大家 請問一下 這兩個籃子 哪一個會是漢人所使用的 左邊吧 馬上想到 是這個嗎 我的左邊 你的左邊是這個 漢人 好 通常會猜是說右邊這個 因為大家可能比較看到的是那種 洩藍的樣式嘛對不對 好 那當然你說漢人可不可以用這個 也可以啊 事實上因為工藝 它是個物品 那物品本身就可以交流交換嘛 那就像我們今天 你說我們今天穿的服裝樣式 到底是哪一個民族呢 也很難說 我們也不是穿特別民族的服裝嘛 那因為我們都是靠交流 取得其他的物資 尤其是在台灣這個海島上面 那以漢人來說的話 因為過去所使用的方式大部分會加提籃 提把 會有這樣的樣式出現 那原住民來說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他負重沉重 可能用背帶 會有這樣子的樣子 那我們這邊呢 還故意放了一張圖 這張圖的話是清朝的植貢圖 擷取下來的齁 那這個圖案呢 它的服裝樣式 可能會讓人家直接聯想到 很像是漢民族 但事實上它是台灣的平埔族 那其實當然以植貢圖來說 那個時代我們可以想像是說 漢人跟所謂的平埔族的交流 事實上是很頻繁的 所以很容易可以取得到服裝啊 甚至是說 他的手上的提籃 也會因為受到漢民族的影響 所以開始使用提拔 那工藝它最終呈現的是一個物件 物件本身就是可以做交流的 那我們也可以從看這些物件 來去了解說 人跟人之間的交流情況是什麼樣子 這邊有一張蠻有趣的照片 這個是1934年的時候 等於是日本人做一些調查的時候 拍攝下來的照片 那他拍攝的是台灣的原住民 看到他身上的服裝 跟我們現在原住民的樣子 很像不太一樣嘛 是說以前的原住民都穿這樣子嗎 也不盡然是如此 那剛剛有說物件是可以做交流的 那原住民呢 他可能跟日本人做貿易 他可能取得布料 所以說他是利用這些布料呢 來做他們的衣服 甚至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底下這邊 腳的部分 比較細一點點 這個腳的部分呢 如果要看的話 會覺得說 原住民難道是 如果說受日本人影響的話 會不會是要穿木雞 或者是他們原來也許是光的腳丫會不會 但是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樣子 這是主帶 那如果說有些朋友啊 看那些日本片啊 或者是日本動畫 呼吸說火影忍者 他們腳上也許會穿這些的東西 就是主帶 那個時候只要是工作的人 大概會穿這樣子的類型的東西 比較方便行動 不但是日本人穿 那在台灣原住民也受到日本人影響也穿 甚至漢人也許也都會跟著穿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蠻方便的服裝 那工作的時候很方便可以穿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經過這個時光的隧道 有蠻多的文字內容 但是這些文字內容呢 也有畫紅線 我們想說看到紅線是不是就要考試了 沒有啊 我們看展覽從來沒有在考試的 只要給大家一些印象 有哪一些事情發生 大概會提到一些公益的一些大事情 然後還有這些時代的大事情 大家可以稍微做一個參考 那大部分的內容呢 在我們接下來的展覽 其實都會有一些呈現有一些說明 那如果說喜歡看文字的朋友們 可以在這邊慢慢的來看一下 台灣的公益大事件 大概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就公益年表就對 嘿 是的 年表 那因為我們這個展覽是百年進行事嘛 所以它最早最早開始追溯 大概就是一百年前 那個時候再講的就是 一百年前大概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啊 那個時候剛好連橫寫了台灣通史 台灣通史裡頭剛好也特別有記載了公益相關的事情 那它大概有提到幾件大事情 等一下有機會也可以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區域啊 事實上有一些展品 比如說從這邊看過來到這邊 如果說眼尖的朋友大概可以猜得出這個是七公益 如果是七公益來說的話 台灣在日本來之前 其實大部分的七七啊 可能直接從中國大陸那邊購買進來 台灣本身呢 並不製作七七 因為台灣可能也沒有那樣的條件製作七七 台灣本身有原生的七素 但是取下來的質疑呢 還不夠拿來做七七 那一直等到日本人他們對這個東西有一些需求 比如說大家去日本料理店的時候 很多的器皿 紅色啊 黑色啊 這些都是七七 可能從一個木頭的碗上面上漆來做使用 好 那這邊呢 我們事實上要講的是說 那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有七公益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地方也談的 台灣什麼時候開始有所謂的 系統公益的教學 在過去可能大家想像的是說 我要學公益 我可能要跟老師復學 也許拜師三年四個月 要慢慢的學 或者是說剛剛好 我家裡頭 欸 祖傳 那我就跟著爸爸或者爺爺一起工作 慢慢學好 那的確 以前的公益的學習就是這個樣子 它沒有辦法像是一個比較系統性的東西 就是我跟著看跟著學 然後到日本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為了要發展七公益 所以有了一個像是像學校一樣的樣貌 讓大家能夠比較集體的來一起做學習 那大家會想說 欸 集體學習的好處有什麼 的確 集體學習的話 大家可以譬如說控制進度啊 或者是說 有一個特別的方向希望大家去朝向 那那個時候日本人想要做的七夕就是彭來圖 他希望能夠發揮台灣的一些南島風情 那如果說可以過來看的話 這邊這個七夕 它是一個七合 那上面呢就有原住民的圖案 甚至在右手邊呢可以看到那個香蕉樹 那這原住民的圖案呢 如果說大家眼見一點的話 也許會看到他的手上很像在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甚至可以直接猜到他是哪一個族群 那這個地方他其實在表現的是台灣日月壇 那日月壇那邊有一個算是傳統的儀式吧 楚音也算是他們的表演 就是藉由拿著楚敲擊地面 或者敲擊某一樣東西 會發生叮叮咚咚的聲音 那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算是表演性質的內容了 那許多的觀光客會到日月壇那邊 然後看原住民的表演 那日本人想像的也是這樣子 我在台灣要能夠發展出觀光 然後呢台灣人可以在這邊買一些伴手禮 那剛剛好我們就可以買這樣子的七的工藝 回到日本去 像這樣子的七工藝啊 大家一定會想說 還有什麼樣的做法 當然做法很多 因為七的工藝的技法 很早很早在中國古代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然後流傳到日本 然後你看 日本人覺得說要發展這種所謂的 伴手禮 又把它帶到台灣來 甚至呢 剛剛有在講說 台灣的七素的數字不夠多 沒有辦法做七工藝 所以日本人還特別在從越南那邊 引進七素種到台灣這邊來種植 所以說開始有了比較有系統性的 甚至說系統性的政策 在支持工藝的發展 但是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想要把這些東西就是賣給日本人 因為那個時候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嘛 有那個噱頭性 我們的第一個殖民地要特別來台灣看一看 然後剛好可以買回去做個炫耀 好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他日本人來到台灣這邊 有了系統性的教學 那台灣的人呢 也開始學習了七工藝 甚至影響到台灣後來的一些工藝發展 那像是這邊的話 有放一個是陳火慶老師的作品 那如果說近看的話 一定會發現 七工藝的變化相當的 色澤變化是相當的大的 他可以在上面 漆上很多不同顏色的漆 然後經過研磨慢慢的把它磨出來 所以他的變化很大 那這邊呢 有一張照片也蠻有趣的 這是台中富貴廷料理店的大門口 那特別把這張照片放出來 事實上是要告訴大家 剛剛有說 日本人在台灣這邊設立一個 專門的工藝學校嘛 那那個時候的主持人 就是三中工 他就是做七的 那他為什麼在台灣這邊做七呢 事實上因為他的太太 在台中這邊呢 就是開日本料理店 本身就有一定的需求 所以開始製作 然後開始遭受學徒 甚至被發現說 這項工藝可以持續的發展 所以那個時候總督府就說 乾脆做一個學校這樣子 那我們轉過來這邊 可以看到一些 我們比較熟悉的元素 的確 我們這個部分呢 在談的就是所謂的宗教 或者是說 我們講說廟宇的工藝 那這個部分 大家相當的熟悉 因為這個我可以講說 應該就是大家所謂的文化的DNA 這些東西 大家可能會相當的熟悉 因為可能在生活 或者說在廟宇當中 都還可以看得到 那這些東西呢 在日本時代呢 也是存在的 甚至可以說 在日本人來之前就存在了 我們剛剛有在講說 台灣那個連橫寫的台灣通史吧 台灣通史裡頭寫到一點 他說台灣的工藝喔 大部分都是來自廣東跟福建 那事實上這邊可以看到的樣貌 大部分也跟廣東福建的內容相距不遠 甚至我們講焦紫桃 焦紫是等於是古地名嘛 事實上指的就是廣東那一帶的地方 所以焦紫桃 你說他是廣東那邊的東西 也沒有錯 但是台灣呢 會發展出一些台灣 比較屬於自己特有的題材 譬如說跟海洋有關係的啊 或者是說有一些 像是北港那邊的焦紫桃的話 你還可以看到 有一些所謂西洋人 躲在裡面 可能是搬著很大的房子 大家應該可以去看看 那像焦紫桃的話 大家直接可以看到 就很容易說 知道他的表現內容是什麼 像這個的話 臉紅色的 然後拿著一個大的關刀 馬上就會知道 這個人還騎著一個紅色的馬 就會知道他是關公 對不對 是關羽 那如果是在關羽旁邊呢 有一個大鬍子 那一定也會知道他就是張飛馬 那這就是三國兒演藝的題材 那這些題材呢 算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也常常會在廟宇裡頭當中出現 那甚至呢 有的時候會有比較 稍微比較大幅的在廟宇裡頭 像是這邊 可以看到許多的人物聚集在裡頭 那他會有他特別的故事 那有的時候我們會藉由看 裡面的人的一些細節的動作 來推測說 這個故事是什麼 那以前的話 其實在譬如說農業社會啊等等的 我們會有一群就是說 等於算農忙之餘 或者是特定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都會聚集在廟裡頭 甚至有的時候 就在廟裡頭開始聊天 那老一輩的長輩們就會藉由 看著廟宇上面的一些裝飾啊 一些圖樣啊 來告訴大家說 這個故事是什麼 那小朋友聽了 有時候當故事聽聽 那事實上有的時候也是教導他們說 一些忠孝節義相關的一些故事 但是 現在大家比較沒有聚集在廟宇的 那有一些故事 現在甚至是說 看了很多的圖案 但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這個就是 事實上有很多的故事 都在那邊等大家去看 這個故事的話 如果說沒有特別點出來 或者是說 大家可能會看不知道說 這邊比較明顯的上面寫的 甘露寺三個字 那就會知道說 這個故事是從甘露寺出來的 那大家現在剛好行動裝置都蠻方便的 手機也可以查一下 直接就可以查 甘露寺到底在講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故事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再查查看 然後或者是在我們現場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些小小的細節 希望大家可以來現場 查的故事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小細節 然後在我身後這邊呢 是所謂的一些民間 或者講民俗的公益 那這個方向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有許多的竹子做的器具 跟陶做的器具 那這個都是生活的用品 我們自己在看這種生活用品的時候 可能不覺得說它有什麼樣特別的地方 但是如果換一個時間點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日本人看到這些公益 他們會覺得相當的奇特 就像我們今天在家裡頭看的電視 也許看那個國家地理雜誌 我們也是看其他人的東西 我們也會覺得很特別 那日本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看到這些東西也會覺得相當的特別 所以說有蠻多自己特色的事情 我們自己看不出來 要藉由別人來看 那我們可以舉例來看看說 譬如說像是這一個椅子 可以在經典來看的話 會更清楚 所以它是個兩用的 兩用的 像這邊的話就是小朋友坐 翻過來的時候 另外一邊就是大人坐 那這樣子形式的椅子 台灣叫盧牧椅 叫椅教 其他國家有沒有 其實也有類似的 只是大家就就地取材 如果是北歐的話 木材 木業很發達 他們可能用木頭做 那台灣到底還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剛剛講就是材料 我們這邊有一個蠻特別的技巧 叫做竹包管技術 我們把竹子消薄之後 再包覆在另外一根管子上面 這是竹包管技術 這個就不是每一個國家能夠做的 甚至有一些國家有竹子 也不一定能夠做得出來 因為他們的竹材的彈性 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那像台灣剛剛講說 彈性很好的竹子 貴竹就是一種 所以說像我們竹包管 就可以用貴竹來製作 在這邊 可以看到一些袋子 這些袋子上面有些 可能還有帶一些顏色 我們這邊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前輩 顏水龍老師 顏水龍老師呢 他本身呢 是做一些工藝推廣 他本身也是畫家 這邊呢 這些包包 事實上都是他所設計的 他那個時候想像的是說 工藝這個東西啊 事實上是大家所使用的 所以人們使用工藝品的話 這些好的工藝 進入到人的生活當中 事實上大家的生活品質就提高了 然後也可以藉由做這些 比較好的工藝品 然後能夠對經濟有一些刺激 能夠有一些發展 所以他想像的是說工藝能夠幫助經濟 工藝也可以幫助人們的生活 這邊都是他所設計的 有的呢可能是他的工作夥伴 有的呢是他的學生幫他完成的 像是我們後面這邊有一張圖片 這個圖片呢很像是一個設計稿 這個就是顏水龍老師 他做主管家具的設計 那他本身呢 為了想要去了解主管家具要怎麼設計啊 他就自己跑到那個做主管家具的工坊那邊 蹲點去看人家做 然後看了幾天之後呢 就把自己的想法 把圖面畫出來 給那些主管家具的師傅來看看 是不是能夠製作的 所以說他也會藉由了解工藝 然後來幫助這項工藝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設計點 能夠讓這些東西可以 算是品質能夠提升這樣子 我們這邊其實剛剛提到顏水龍老師 顏水龍老師事實上在工藝的推廣當中 他有一個想法 就是能夠在台灣這邊 能夠成立一個工藝的專門的學校 那個時候他就把計畫提供給總督府 那總督府看到就說當然很好啊 但是結鄉就是要戰爭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讓顏水龍老師 直接就做一個工藝的專門學校 那這件事情就一直擱置了 但是顏水龍老師也記得那個時候 開始做對台灣工藝有一些調查 那大戰之後呢 大家知道後來日本人就離開了 那就是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 對台灣的工藝也會有一些想法 甚至到民國60年代的時候 台灣的手工藝品等於是邁向的高峰 那個時候有一個政策就是 客廳集工廠 那可能有一點點年紀的朋友 應該都會經歷過那個時代 那也許就是在家裡頭 可能一邊看著電視 或者是一邊聽著收音機 手邊就一邊做東西 那藉由這樣子空閒的時間 手邊一邊完成東西 然後把錢都賺到口袋裡頭 那那個時代呢 事實上一邊在家裡做事 人跟人的接觸是比較親近的 我在家裡頭一邊做公益 我一邊還可以等於是跟自己的小孩相處 台灣那個時候雖然是做代工 但是人跟人的相處是緊密的 那現在呢台灣也是做代工啦 但是很像就要加班 在那個地方可能沒有辦法跟家人相處 所以有些人在講說 台灣人以前的社會連結很強烈的 或許是這個部分 當然這是或許啦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再創造一次那樣子的時間 好那這邊的話就有那個時代的情景 讓大家能夠看一下 也許會覺得說 那個電視機怎麼保養的那麼好 這個是我們有點小手腳 來我們來這邊來看一下好了 那個時候做了蠻多的一些工藝品 我們這邊呢有把它裝箱 裝箱呢就象徵的是 我們這些做好的這些工藝品 事實上都是要外銷的 好那從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下面像是陶瓷娃娃 他做的題材 嗯都是等於是國外的面孔嘛 因為這是外國人下的訂單 我們當然是頭其所好 做他們想要的東西 好那像這邊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手工的東西 這是屬比較勞利密集的 像是令朝編啊等等的 這些也都是當時的一些外銷品的重點 甚至到下面來看啊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很像是木頭雕刻的東西 在旁邊甚至你可以看到一個竹子的盤子 好那這個竹子的盤子上面還有寫的字 寫的哈娃伊寫的夏威夷 那大家就可以直接聯想到說 那這個盤子它的到底要賣給誰 嗯到夏威夷去 賣到夏威夷去 然後再賣給夏威夷的觀光客嘛 對不對 其實有很多的這種手工藝品的代工啊 或手工運品 一開始都是為了所謂的 可能所謂的那種伴手禮嘛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漆的東西 它也是一個地方的風情 那像這邊呢也是一個地方的風情 只是這個地方風情 已經是國外的地方風情了 那那個時候可能大家也會有一個笑話啦 就是說 欸台灣人賺了一點錢 然後到國外去消費 然後也要買一些所謂的伴手禮回來 那剛好也許就去了夏威夷 然後剛好呢 就把這個盤子再買回台灣 那卻沒有想到 這個可能是我們自己製作的 事實上現代的環境也是一樣喔 台灣現在做矽晶圓的代工嘛 然後我們把矽晶圓賣給國外 然後他們呢怎樣 再做成手機再賣回給台灣人 那講起來說 那台灣是不是一直在做代工 的確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是一個技術本位的人 我們幫社會幫這個世界製造 那也會想說 欸我們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啊 我們不要只是處理而已 我們也想花腦筋 我們也想要做設計嘛 所以到下一個時代的時候 我們也在談一些設計的事情 呃這個燈具呢 是大概1960年代左右的時候 呃我們想要發展設計 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所謂 真正的所謂的設計的人才 那時候開始有一些人開始到國外去做學習 然後甚至呢台灣也想的 那我們邀請國外的設計師來到台灣好了 來能夠帶動一些事情 那像這個呢 就是國外的設計師來到台灣這邊做設計 然後台灣人就覺得說 我們是技術本位的 我們要把這個他們設計的東西 把它做好做完成 所以做出像這樣子的燈具 設計師設計好之後呢 台灣人用台灣的方式 用台灣的技術客服把它完成了 那像這樣的燈具 可能大家現在可能都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燈具呢 大部分也是外銷 而且呢像這樣的燈具喔 如果說今天你在一些網路上面 在做搜尋 就直接找波羅登啊 甚至在亞馬遜你還可以看得到 還在做販售 可是台灣現在還有在做這樣的燈具嗎 很像也沒有對不對 那這要叫做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所謂的產業外移 因為我們想像的都是說 自己可以做所謂的技術層面的事情 但是當人力成本提高的時候 技術同時也是可以外移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東西呢 可能就沿著跟著人才一起 技術外移到其他國家做代工生產了 那在下一個地方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些 七的工藝 那我們也會想說 那我們台灣都只能做代工 然後做設計的時候 很像又想的是說 幫別人解決問題 都沒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文化內容 這個展覽一開始就講的是說 我們在工藝裡頭 到底有什麼樣台灣人 可以自己做一些創作也好 或者說做一些想法的表述 那像這邊的話 同樣也是七的工藝 那上面的圖案啊圖示啊 就是台灣自己想要做的內容 那這些東西呢 同時也是做一些販售外銷 也都有人在做接受 那這是美顏七一色的工藝品 你可以看到上面呢 有一些竹子的圖案 甚至說 華人所用的一些吉祥的符號 甚至這邊直接用竹編 做出一個很像符字 這都是所謂的一些華人元素啦 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一些席的工藝 那展覽到這邊呢 事實上大家也知道說 這個時代點應該是所謂的 能力成本提高了嘛 還有就是說 大家民間的工藝需求 事實上也慢慢的減少 為什麼減少呢 因為很多的生活器具 已經被可能塑膠的東西啊所取代 或者是人類 大家台灣社會的生活習慣改變 有許多東西也慢慢不太使用了 譬如說像如果說洗工藝的話 找些呢可能會做 會做一些譬如說 祭祀啊 或者是神桌上面的一些擺飾 燭檯啊等等的 那到了後來大家也知道 很像家裡再特別找一個地方放神桌 神明桌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簡單 大家生活也越來越簡單 那做這樣子工藝的 老師傅們也會思考的是說 我還要持續做這樣的工藝嗎 還是我可以轉型 不然我來做藝術好了 的確就有一些師傅們呢 就朝向很像在做工藝的同時 他也是在做藝術 像這邊的話 這是陸港的陳萬能老師 陸港陳萬能老師呢 他是做洗工藝的 那他這邊做了官將手的樣貌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個比較屬於意象方面的事情 這個作品叫做太平有像 那當然是象徵世界和平啊 那他直接就做了十字大象 很穩固的把瓶子舉著 就太平有像 那大家就會想到說 那這些傳統的工藝 老先生老師傅自己在做 那會不會大家會想到 會有傳承的那個斷點在啊 的確有的工藝就這樣子慢慢的 覺得說沒有機會了 真的就比較少人在做 那像是陳萬能老師的話 他的兒子們都還有在做接班 那旁邊這邊這個官公呢 就是他的兒子的創作 甚至到另外這邊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樣貌是比較現代當代化的 也可以朝向一些當代的轉換 不一定是說做的東西是完全傳統的樣貌 因為工藝 它本身也可以是一種創作 它應該是隨著時代慢慢做一些轉化 那過去人們最早最早他是可能生活需求 所以我們做個籃子是實用方面的 然後可能到了經濟需求的時候 他是要賣給別人人家的需求 我們做一個量產型的工藝 然後到了現代 也許有些人覺得說 我可以轉換成藝術創作 做傳統的 當然也可以做現代的 那當然也有些人覺得說 工藝現在我有很多的教學活動 工藝的確它也可以轉換成另外一種 像是工藝的教學 讓大家覺得有一些體驗活動 體驗的事情讓大家就覺得說很有趣 那工藝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像這邊的話 一看就可以看到一些 很像又看到一些原住民的樣貌 的確工藝的外表 它本身就有很強烈的區域性特色 所以我們在可能一百年前的時候 那個台灣文化協會講的就是說 漢人或者是說台灣人 是跟日本人不一樣的 所以要特別講述自己的文化 那現在也是一樣 原住民他們也會想的是說 我跟漢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特別注重自己的文化 要把自己的文化特別保存起來 不要這樣子 就跟人家一樣的 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來的 或者不知道自己的原來的樣貌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也可以朝向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像這邊的話 也有令朝的包包 因為工藝的東西它具有很強烈的在地性 如果說我要發展出我這個區域的特色的話 我也可以從工藝的角度來做切入 我這邊可以做出原來當地的特色的東西 然後甚至是藍藍或者是陶瓷 我想大家看到這些作品 一定會想說這個就是比較近代的 的確這邊我們就是談大概90年代之後 設計成為顯學 大家都知道設計的重要 那這邊呢我們有許多的工藝家跟設計師一起做合作 做出來的一些作品 其實早些年很早很早之前 工藝家本身就有設計的能力 本身就是為了其他人或者人家的需求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把這些想法轉為具體化 就是一個設計的過程 那但是呢 因為大家都拘泥在傳統之中 比較沒有辦法做發揮 所以就上司的那種很像跟當代社會並進的設計 那這個部分呢 就由現代的設計師來幫忙協助完成 那過程當中 這些老師傅們或者工藝家們 他們也可以了解現代的一些設計概念 因為現代的設計也是有系統性的學習 有系統性的專業分工 老師傅們獲得這些概念之後 其實對他們的製作來說 或者他們的創作來說是有幫助的 設計師也藉著跟工藝家的相處 去了解一些傳統材料材質 天然材料材質的運用 對他們的設計 對他們的等於是發展也是有幫助的 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手捏的陶 到後面呢 又有不一樣的樣貌 這邊要談的是說 科技的進步 技術的進步 也會讓工藝有不同的樣貌 早些年我們完全沒有機器化的設備的話 完全要靠手捏來做陶瓷 那大家所想像的工藝 就會是這個樣的樣貌 大家的美感也會停留在這裡 後來呢 有所謂的手拉胚 或者是有一些特別的字具 來幫大家來完成工藝 那大家想像的工藝就會不一樣了 有手拉胚 我自然可以做出比較工整的工藝品嘛 然後有特別的字具 我可能就可以量產化嘛 所以大家想像的工藝品的樣貌又不一樣了 那現在呢 我們想像的工藝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的科技到底進步到什麼樣的地方呢 工藝還是存在手作嗎 其實也不一定 像是現在這邊的話 最近的話 其實大家應該有聽過3D列印嘛 3D列印可不可以來做工藝呢 它也是一個製造方式 的確 它也可以是一個工藝的樣貌 像這邊 還可以藉由電腦數值化 放大縮小 然後慢慢堆積起來 做成一個陶瓷的工藝 它是用泥漿慢慢堆疊之後 再拿去燒 其實這些製作啊 都會隨著 這個技術轉變 有時候調整 甚至是說人們所想的事情也會投入在當中 大家現在想的注意的事情會是哪一些 也許最近大家想的AI 也許哪一天工藝也會AI 也許喔 那 比較熱門的議題 像是說環保 工藝可不可以做環保 其實也可以 像是陶瓷的作品 如果破掉了 它就壞掉了嘛 那壞掉的東西通常就是當垃圾也用 那以前呢有一種方式呢 就是把它拆開來 譬如說變成是那個剪年 那也是一種回收運用 那還有什麼方式呢 把它弄成碎片 再細碎 細碎 也許可以在妳的作品上面鋪上去 做一些小小的裝飾 那現在來說 我們把它磨成更細更細的粉末 變成粉末 再跟泥土漿辦在一起 重新3D列印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回收的用途 所以工藝這件事情 其實是跟人一樣都是活著的事情 它不是一個具體的 停留的東西 人們的想像 事實上會讓工藝有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也藉由這個作品啊 想要跟大家再聊一下下 這個是王清雙老師的作品 那王清雙老師今年103歲 到現在為止呢 都還在持續創作當中 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到自己的工作室 看一下昨天做的東西 狀況如何 因為他是做漆的創作 漆的東西不會漆上去 馬上就乾 所以他可能稍作休息 起床之後來給我看一下 他昨天做的東西是什麼樣子 王清雙老師 大概90歲多的時候 還每天都出門寫生 所以他的創作一直都持續的 那大家可以稍微推算一下 王清雙老師如果今年103歲的時候 他大概十幾歲的時候 開始學工藝 那他在學工藝的時候 跟誰學的呢 日本師傅 就是日本師傅 就是剛剛提到的三中工 有系統的做教學嘛 那因為他做得很好 老師也推薦他到日本 再繼續做深造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說 王清雙老師早期他做的工藝 就是日本人想要叫台灣人做的工藝 然後甚至我們剛剛有看到 美顏七億社的量產型的工藝品 也是王清雙老師他們做的 等於是他也是隨著台灣的工藝的脈絡 在做變化 早期幫日本人做 後來外銷 但是要帶一點自己的文化內容 然後到了後來 他現在來做一些所謂的創作 等於是台灣的工藝過程 在王清雙老師一生當中 大概就浮現出來了 那這個作品 玉山 可以看一下下一些小小的細節 譬如說上面的彩雲啊 這個就是羅電技法 把貝殼貼附在上面 因為漆本身有黏著性嘛 可以貼附一些東西上去 然後近看這些山啊 你遠遠的看就是黃色的 但是如果你近看的話 會有一些細細的亮點 因為他是把金粉 等於是撒黏在上面 同樣也都是日本的技法 那大家會說 那這就是日本的工藝嗎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融合各個地方 不管是技術 然後我們又講工藝是活著的東西 那在台灣這邊發生了 台灣人做的 甚至做的是玉山 他為什麼不會是台灣的工藝呢 而且他的一生當中 就是跟隨著台灣的工藝 在做變化 所以說我們這個展覽 有的時候在探究台灣的工藝 事實上也不用這麼的局限 工藝的東西本身就是活著的 我們為什麼要把它局限在 一個框架底下呢 我們看到許多在談過去的內容 包括可能一開始的工具器具 那到了現代 工藝到底還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大家會覺得說 工藝一開始生存 後來經濟 後來創作 那大家也可以想著 工藝或者是在想著說 現在的社會到底還有什麼樣的需求 是工藝能夠協助的 以台灣來說 我們可能面臨到幾個問題 像是剛剛講的可能環保問題 那工藝也許可以用工藝的角度來解決 那台灣還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老人化的問題 那工藝可不可以以工藝的角度來解決呢 或許也可行 剛剛講說 工藝它也可能是一項體驗的活動嘛 那台灣現在步入老齡化 那有一些人可能在長照的機構 也許就每天也會上一些課程啊 那這些內容呢 是不是可以從工藝來做一些介入 讓這些老人家們在長照機構裡頭啊 或者在一定的區域裡頭 他可以從事這些工藝的製作 動動手這件事情 可以讓人的身體 算是機能退化稍微比較緩和 像是大家知道說 很像要做復健的話 我們也可以動動手 那如果說復健的過程 他也是在做工藝的話 我們不是要說他做得好不好 而是讓他動 而且讓他做工藝這件事情 本身就會讓他產生興趣 他慢慢的做 事實上手在動的時候 他的機能就會退化得比較緩和 那也許工藝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切入 那對這些老人家們有幫助 那事實上對創作者來說 他也可以說 我不一定是做創作 我是教別人做工藝 那對他來說 他的等於是職業生涯來說 也會有比較多一些收入的來源 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 有些事情 他也是共進在進行發展的 工藝的未來 也許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大家都可以思考是說 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活著的東西 他也許對人類未來的社會 都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希望說這樣的展覽能夠讓大家 多多想想看說 也許什麼樣的事情 他是跟工藝有相關的 然後他對人類社會是有幫助的 甚至說對這個自然界也是有幫助的 謝謝